來到這個全新環節,就是很有音樂感 在一連五集,其實她不知一連五集 我現在就逼了她一連五集,就要跟我一起做節目 這位就是音樂人T媽,T媽,馬京衡,你好 大家好,其實我記得我第一次見T媽的時候 應該跟J-Fone一起上來,在敬佩奧世靈 我為她忘記了,外交傷心,不要緊 我還記得跟她說,我做完節目之後 我跟她說,我很喜歡你的手《Softly》 久不久,我到現在都會繼續播 很開心 我好像上星期才播完這個《Softly》 因為我覺得你這首歌太好聽 而且你會感覺到裡面的那種甜蜜 其實我翻查資料 首先,原來T媽做了很多功課 我看到你做了很多功課 你知不知道你那個板在這裡 所以我會跟T媽聊天 其實T媽,我們主力看到你是作曲、編曲、監製 我先說一點點,除了《Softly》之外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Yumi聊天 她說《Breaking my heart》也是你負責 你負責監製的 我記得,當你去見T媽的時候怎樣 她有沒有跟你說她怎樣 沒有 她說她很緊張 很緊張 她的弟姐很緊張 但她說你是非常好 所以過程也是很順利 而且你也能帶到她 究竟是怎樣做 然後我有一次 跟張曼莎和Nius去做節目的時候 他們就說他們有很多概念 已經解決了 他們想了很久 究竟找誰去做這個監製 然後想T媽 然後他們就說很久找T媽 他們覺得很合適 其實你看真心 當我聽到他們這首《道士見》 我也覺得是很你的感覺 很適合你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棒 這位音樂製作人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歌曲出現 但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你最初的時候 是樂隊出生的 沒錯 你是樂隊的 是,我最初是 方丈的樂隊叫Amplify 我們專門是彈一些pop punk的東西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聽Green Day Blink 182 很喜歡Rock Out 那時候是 因為他們的歌又容易cover 開始cover他們的歌 漸漸和朋友 有一天我們在唱歌 我朋友說 我寫了一首歌 慢慢開始 那時候 十四歲 十二歲 那時候 十二歲 他第一次寫歌 然後我就在想 咦? 歌我們可以自己寫的 我也試試 你那時候沒有想過 但那時候你是負責哪個部分 因為我看回知道是低音結他 但我不知道你一開始就負責低音結他 是啊 我一開始就是彈Bass 因為很多時候小時候沒有人想彈Bass Bass是最不有型的樂器 就是鼓有型 吉他 也有型 Bass就好像站在後面 小時候不懂 但反而大了 我很喜歡彈Bass 但你小時候沒有人彈 但為什麼你又願意做這個角色呢? 因為吉他手 即他又作歌 他又自己彈結他 已經有鼓手 唯一一個instrument就是Bass 有沒有想過唱Vocal? 其實我之前都有 但我覺得自己唱Vocal 都要練 你這麼謙虛 你第一首歌曲是你的Vocal 你是不是Vocal 第一首歌曲 對呀 我就是說 第一首歌曲是Vocal 但你有沒有想過做Vocal 你一開始是低音結他手 不知道 因為那首歌 是適合我的聲音多一點 最後就選了我去唱 其實我之前有其他歌曲 也有唱的 但主題的Vocalist 也是我的第一個朋友 也是叫Chris OK 但剛好也不清楚 那首歌曲是你有Vocal 那時候 其實是一個日本新人招募比賽之後 然後你們就在日本出道 那時候 那時候是 剛才你所說 一隊樂隊 但其實是2006年 兩年的時間 兩至三年 兩至三年 為什麼那時候 因為當我看到的時候 已經這麼快結束了 為什麼不在日本 因為日本那時候 都很流行 可能很年輕的 年輕人出去 搭樂樂隊唱歌 是呀 很流行的 還有那時候 其實日本人很喜歡 混合 我的樂隊 就是Leader 是混合的 很受歡迎 我們每一次出場 做Radio 或者做一些Show 真的會有很多女生 在尖叫 是 是 是 但是為什麼沒有繼續 因為那時候 就要去讀書 始終家人 都是覺得 讀書緊要 讀書緊要 變成了我們 其實 只是做這個Band的時間 很多時間 都是Summertime 放暑假 或者Winter 那時候做 放假才可以做 但是那時候 在日本出道的時候 有沒有心裡有一些 啊 我可以出道 整班 你可以唱歌 有沒有這種想法 有啊 是覺得很興奮 還有 Dream Come True 啊 你有種Dream Come True 小小的 因為我們當時 我們玩一下 怎料我們錄了幾首歌 我們鼓手的姐姐 就傳了一些歌 進去Sony Music 日本 去參加一個audition 還要是日本的Sony Music 對 因為他們有個 Online International Audition 去找新人 是 結果 在最後 一千多人 就選了我們 哦 你記得那時候 他們選了你們之後 你們當時的情緒 興奮的畫面是怎樣 其實我們當時是不知道 我們以為是選了我們 進去最後一局 哦 原來直接選了你們 是啊 他應該有幾個圈 但我們 在那時候就不知道 哦 是只有我們 在最後一千多人 是 所以有一種Dream Come True 是 因為你們都很想去出歌 是 應該是持續了很興奮的狀態 但在整個過程裏面 兩三年 是 這個過程又怎樣 你會怎樣形容這兩三年 其實當時 是一個很幸福的經驗 但我自己很多時候會想 放暑假 我不想做事 我想 我想在家裡打遊戲 其實他也是十幾歲 想當時 和朋友去玩 是 是 當時沒有想過 其實我的經驗是很特別的 真的 我們 暑假三個月在日本 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後 又去錄音 又去表演 做Radio Interview 吃很多不同的東西 都是 很好玩的事 但我很喜歡 其實我也是想拿遊戲 打遊戲 是 當時的狀態 是這樣想的 但你回想一下 每一次 例如剛剛所說的 三十幾月 有沒有令到你 其實我真的喜歡夾Bang 我喜歡做歌手 我喜歡做幕前 其實我 那幾個月 最開心的時間 就是我們進去Studio 錄音 是 當時 我就真的 愛想 在Studio裡面的生活 因為 我們是 我們整個Album 有十二首歌 我們是 十四天 兩個星期 錄了整個 這麼厲害 錄了整個 每天一首歌 是 然後剩下兩天 補一補東西 真的 我們每天 十點鐘到Studio 到晚上 十一點 每天 看到太陽 就是五分鐘 我們走到Studio 五分鐘 那五分鐘 就看到太陽 然後就不出來 但我想問 如果你們現在回想 那時候由十點鐘 錄到十一點鐘 錄到一首歌 其實是否算很快 都很快 因為我們整個樂隊 首先要一起彈 彈完之後 overdub 然後錄音 然後 那天 全部剪掉 所以我就說很快 其實一天搞定一首歌 然後十四天搞定十二首歌 是啊 其實 我當時覺得 是這樣做的 嗯 那時候你有個想法 就是原來錄音 在Studio裡面 真的一首歌 一天搞定 就可以了 是啊 這是我一路以來的想法 接觸錄音 第一次的經驗就是這樣 是的 你覺得 你為什麼這麼喜歡 在Studio裡面生活 有一件挺有趣 我記得當時的監製跟我說 因為我們只有一支吉他 一個bass 一個鼓 我們錄完之後 然後 他叫我overdub吉他 overdub了四次 然後我就問他 咦? 但我們沒有四個吉他手 但是他說 in the studio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是 即是you can have twenty guitar 二十支吉他 都可以 是 我在那時 我是很驚訝 然後 即是你沒有想過 是可以自己做這麼多東西 還有很多possibility 即刻會覺得 咦?不是只有我們 可以彈的東西 就彈下去 that's it 其實我們想創造任何聲 用什麼聲音去錄下去 都可以 是 這一句的說話 或者這一段的片段 是否都影響到你 今時今日 在這個studio的生活 是 即是他 令我大開眼界 即是覺得 嘩 真是很多possibility 即是 你想到什麼 就做到 是 不過這樣的 我記得我看的youtube片段 都有說到 其實天媽 你不只在錄音室 是不是 Sovley 你也出來唱 是不是 還有你上當年 第一首歌曲的時候 是主音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 這麼享受幕後 有沒有想過去幕前 稍後回來繼續 剛才我提過 T媽 對 我要看鏡頭 我要看鏡頭 不要爆發 我Caman說 今天看到小鮮肉 當然是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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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後來沒有架樂隊就去讀書 讀完書就直接回來香港 其實我一入行的時候 有想做幕前 入行意思是回來香港 回來香港 但我做了下一幕後 其實我覺得做幕前 都有很不同的條件 而且真的需要 你講來看幕前有什麼條件 我幫你看看 做的事情很不同 每一次出現 其實都要做整頭 要化妝 要選衣服 要配襯衣服 我肯定你今天整個頭 還有選個衣服 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的 可能我昨天跟他講 我要拍攝整個過程 我懷疑因為這樣 你選了衣服 所以是整頭 這些而已 但你不一樣 可以主唱 是的 但我發覺我的聽覺 已經比起我唱功好很多 以前是否覺得 以前是否覺得 是 因為我經常 跟別人說 怎樣唱功 或者怎樣唱得好些 我聽回自己 我會覺得 唉 說自己不行 是的 可以提外話問一下 為什麼你會出Softly 嗯 純粹玩一下 其實可以 可以繼續出 但其實Softly 我想我上次也有說過 我錄了很多 是 錄了很多 是 但我錄的時候 不知為什麼 聽自己 好像有點耳猛 嗯 是 就是Teresa 你會說到Teresa的東西 你會撿到Teresa 是的 我會撿到她的東西 但我自己就不知道 即是她聽到我第三百個 她說 喂 你唱歌可不可以休息嗎 你沒有休息過 是啊 反而她撿回來 上次我們沒有說Softly 可能是之後說了一點 是是是是 但當時Softly的時候 你和Teresa 因為你自己負責監 是的 那你是很難監自己 是的 你是監到Teresa 那後來誰監你呢 Teresa又監你 她會給點評論 然後我會聽起來 然後醒覺 咦 對了 我剛剛唱過一百個 都沒有分別 哈哈 很慘 每個人都沒有休息 但那時候 其實是課分 就出了這首歌曲 因為Teresa是你的另一本 所以就出了這首歌 所以我就覺得 當我看完阿谷時 我就覺得很甜蜜 好了 我們又回來 我們去了 我們又回來 剛剛所說 其實回來香港的時候 你有想過 是要做幕前 但你覺得你的聽覺 你的聽覺比你唱歌 是的 所以 就去了 Eric Chan 的工作室 幫忙 那時候為什麼會去到 Eric Chan 的工作室幫忙 因為我 超級 喜歡 和 admire 方大彤 哦 我看到方大彤 其實是你一個 入行的原因 是的 為什麼 我很喜歡他的音樂 還有我覺得 是的 很talented 唱歌又好聽 還有寫歌又很好 嗯 那當時我 其實我回來是 認識阿靖 Rubberband阿靖 哦 那阿靖聽了一些音樂 他就說 喂我給了一些 大監製的電話給你 哦 你自己找他們 是 那真的 是 Everick Chan 舒文 雷頌德 Lupo 全部給我 是 那我就 對 我就找了Everick Chan 因為我知道他製作方大彤的東西 哦 即是你 他給了很多的電話號碼給你 但你 就 先找了Everick Chan 是的 當時心裏 我覺得 純粹自己個人意見 我覺得你也是個害羞的人 是的 是的 那你要去找Everick Chan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 膽戰心驚 都沒有什麼 純粹是 見面 見面 我都沒有 就是我 見他之前都沒有任何 就是 不用梳頭 是的 沒有梳頭 其實我不知道他什麼樣子 或者 不知道他再做了什麼 我主要是 我是很 尊敬方麗彤 然後 這個人是 製作他的 是的 你當時有沒有想過 是 去做什麼 你問Everick Chan 我找他的時候 我還沒展示了一些歌給他聽 嗯 然後他就說 咦 有些東西在 但 如果做歌手 其實是 你可能還沒準備好 哦 即是你需要 練 或者幫我 先寫歌 幫我做歌 先 那樣就開始 做了他的徒弟 哦 OK 當時你就是 是否一百年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加入Everick Chan 工作室 一百年 應該再早一點 再早一點 OK 總之就是 在美國深層完之後 對 然後回來 找Everick Chan 但是那時候 你是因為方大同的關係 來找Everick Chan 那你有沒有跟Everick Chan 其實你是想做唱作歌手 有 哦 一開始有 即你是以這個 你想做唱作歌手的大前提 去找他 然後他就 嗯 不如你先做徒弟 有沒有失望 都沒有 都沒有 那時候感覺到自己的耳朵 這麼靈敏沒有 嗯 我覺得是over time 才發展 哦 都需要 我想 起碼五、六年 你覺得用了五、六年才發展到 即是發展到 即是我覺得會 好一點 好一點 好 聽覺 我和這位聽覺這麼靈敏的嘉賓佑蛇珍 先聽他的歌曲 稍後回來繼續 繼續 就是有T媽在這裡 因為在全新環節 很有音樂感 因為接下來 會有一個很有音樂會 T媽有三位的好朋友 我覺得T媽你應該是相識滿天下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 雖然他的性格 是比較害羞 其實T媽你可否形容一下自己的性格 話是話 我的性格 這些問題很難答 原來這些問題才難答 總之一早就問這些問題 剛剛一直在問你成長的音樂問題 反而這些問題最難答 那就好了 我害羞 我害羞 害羞 害羞 在化繡室那時候會有耐性 OK 可能其他地方會比較少 在化繡室那時候有耐性 你覺得是一個需要 職業病 因為有時可能他們會很久 就是在錄音的時候 這個是後話 原來發現他在講這些 他會比較害羞 我們先回到這裡 到EverlyChain的時候 剛才提到,當時打算做唱作歌手,但去做徒弟 當時是做什麼工作為主呢? 其實我每一件事都有試做 開始寫歌,寫完歌,開始編曲 編曲後,會參與混音 混音後,會上下台表演 加入Edward的樂隊,也幫助他在家裡聽聲音 好像在他那裡,什麼都試一些東西 又幫助他唱歌曲 有時候他唱歌曲,我又幫助他唱和音 又做一些和音的編曲 每一件事都觸碰一點 慢慢發覺,我喜歡做什麼 當時在EveryTrain工作室裡做了多久? 大概五年 這五年裡,你覺得你學到什麼? 我覺得是跟一個藝人相處和怎樣溝通 我會學到很多 我開始以為你是說技術方面 技術方面都有 我覺得很多技術方面都是在YouTube 就學到了 YouTube是可以不停學習 這也是一個最好的資源 是,但反而剛剛提到 我覺得有機會我們一定會說 就是跟歌手的相處和溝通 就是這五年裡的一個感受 但我想知道這五年其實你學了很多很多東西 其實可能是在幕後上的東西 有沒有令到你覺得 原來Train是幕後人多過幕前人? 都有的 因為其實我當然認識很多幕前的朋友 我都知道他們的擔憂 或者他們每天做的事 是真的很不同的 我覺得 他們如果心情不好 都要扮得很開心 我可能是 我心情怎樣 我就會 appear as them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難的 做幕前要保持著一個很好的形象和狀態 應該都是很大壓力 你是怕這份壓力嗎? 是的 但如果現在有機會讓你做幕前呢? 我覺得我一定會兩樣都做 嗯 就算是做幕前 因為始終我都是 我的love就是 其實是整個 我想知道你從何時開始 你知道原來自己這麼喜歡製作歌嗎? 就是在我那時候 第一次進入錄飲室的經驗 即是一日一首歌 搞定 嗯 但剛才你所說 其實你當時在日本出道 用14天錄了12首歌 是 一日一首歌 是 後來去到 Eric Tran的工作室的時候 你是否保持著這種想法 還是原來不是一日一首歌 不是這樣 因為 其實 在香港這邊錄音 其實要配合很多東西 有時候 即是可能 artist schedule 忙 是 只有幾個小時 還有個人的 schedule 都不同 但當然 我覺得最好的做法 都是 如果可以一日全部的事情 你現在都想是這樣的? 我會想 或者在短一點時間內去做 是 因為我在日本的經驗 是真的 見到他們很專業 是 他們就算 即是我們去表演 聽到那些聲音 是好像在聽CD 或者再比CD 是 還有 那些人是 是 很多respect 我覺得 他們的industry 即是每一個崗位 都有很重要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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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y scene 或者怎樣怎樣 都是做得很好 你覺得香港的studio 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還是人手不夠 還是怎樣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一定可以 現在 我覺得 整個industry都越來越好 是 你自己現在 有沒有多不多 一天真的搞定這首歌 都可以 譬如我自己做demo 都是AIM 一天內搞定 一天內搞定 那如果artist artist 當然要看歌詞 如果寫好歌詞 其實一天內都做到 即是 譬如我和MC唱的時候 時後不早 我們是六個鐘 錄完整首歌 是 我覺得很快 在我的照片裏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這麼快 通常常聽人說 錄音錄幾個section 可能是錄幾天 甚至有歌手說過 原來錄一粒音 都可能錄了幾天 監製不是太滿意 我不說哪個歌手 所以我經常想法 都是需要一點時間 但你覺得快 那快的原因 其實歌手也很投入 是的 其實歌手練幾多 是會決定你幾快 而你也知道他會練幾多 是知道的 OK 這些我們有機會才聊 不過剛剛所說 其實你一直都是在五年裏 你最大的感覺是相處和歌手 你本身是一個擅長和人相處的人嗎 我覺得我OK 我真的沒有什麼人會覺得是敵人 是 OK 如果這五年裏 你覺得和藝術相處 有學到什麼呢 或者是 是不是和你心裏有些不同呢 我學到有時候 可能我的想法 可能是很藝術 或者我很堅持一件事 未必是藝術的想法 或者也未必是公司 他們公司的想法 即是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想法 在最後一天 是要看如何控制 大家都開心 去整件事成立 那五年有沒有試過撞板 有 好快 他答得最快的答案 是啊 可能我對我的作品有些堅持 有時候 其實那個堅持 是 只是我覺得 是對 但可能會令到別人不舒服 你記得那個情境是怎樣 不用說歌手的 不用說什麼歌手的 比如 我 可能之前《Take Focal》 我會覺得 為何你唱不到這個 你為何 對 但其實 未必是應該這樣 遇到 可能是 你可以 但 可能我們下一次試 或者你試一下 怎樣 怎樣 或者我們轉個音 直接轉個音 找不同的方法去處理 以前是直接一點的 對 直接一點就是 為何你唱不到這個位置 對 或者我都教了你怎樣做 為何做不到 但是 我發覺 是 對 你是要鼓勵 讓他自己探討 怎樣唱 是 還有 可能跟歌手溝通的語言 要溝通他們明白的語言 即是 可能我說 明顯一點 他未必明顯一點 是明白到這個 沒錯 或者氣聲一點 他可能又做了不同的事情 即是我要明白到 原來他的氣聲 即是這樣 是 這五年裡 你剛剛所說 我有機會再跟你分享 其實我有一次在工作室 有一次真的唱歌 監製就跟我說錄音 他說你比較氣 我什麼叫做氣 你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我完全不明白 他說你這個位置比較輕 很輕 但是 因為我平時說話 我不是唱歌 他是監製 但是監製很好 也很鼓勵 正如你剛才所說 其實這一輯也很好 不過 我心想 那就是不好 哈哈哈哈 不過 有不同的 但我想知道 在那段時間裡 你有沒有試過 真的有一些 你覺得 我這樣直接一點 即是得罪了人 你那時候 可能有得罪 但 更重要 又令到 氣氛不好 整個氣氛都不好 整個氣氛不好 而如果氣氛不好 其實 即是藝人很難去表達到 或者很難去唱到 即是 如果他們本身 那個狀態是 不開心 或者覺得 唉 我真的做得不好 那他未必真的 唱得好 是 後來你怎樣發現 不要那麼直接呢 那在那些時候 Edward就會 進來的房間 然後叫藝人進來 然後講個故事 是 講個故事 看看YouTube 是 即是放鬆一點 然後 是 很自然 很魔術 藝人進去 又真的唱到 哦 那我就在想 咦 他是怎樣做的 他又沒有 又沒有 講關於那件事 又沒有 講一些很具體的事 但是好像繞了一圈 然後看看風景 然後回來 然後他又唱到 是 所以怪不得那些人經常說 監製都對他們很重要 不就是教這麼簡單 是 怎樣令他們放鬆 是 不知道這就是原因 我藝副學姐 你搬了一個大一點的studio 是 還有一個出球 是 我覺得真的發達 有機會一定要上去玩 不過是這樣的 說明就是這個很有音樂會 稍後回來就要講一下 究竟T媽身邊的好朋友 有什麼特質的人 才能成為T媽的好朋友 稍後回來繼續 最後一節 我一定要問問T媽 因為接下來是7月2日 9點 我們有一個很有音樂 非常下入的網上音樂會 T媽會和三位的朋友 Yomi Ginni 以及Angela 三位好朋友一起唱歌 如果大家想知道詳情 留意新城電台的公佈 但我想問T媽 我覺得你應該是真的多朋友 而我看到你和別人的相處 以及一些藝人 通常我都會問他 每次問他 你和監製的相處是怎樣 我最印象深刻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T媽是很自由 很友善 每個監製有他獨特的地方 其他就不說了 但我想問T媽 身邊有這麼多好朋友 你覺得 你怎樣才能成為T媽的好朋友 我覺得 我會喜歡 有創作的人 我喜歡創作的人 還有我喜歡的人 或者對一件事很有興趣 I'm a way I'm a way 我是挺nerdy 譬如你叫我講音樂的東西 或者一些gear 一些什麼compressor 我可以講十年 是的 我覺得我會 我會 draw to 一些這樣的人 可能他對某一件事 是覺得很有興趣 可以講 或者share他們的knowledge 我都會很投入 覺得很有趣 我很想問一下 我發覺問一下 有沒有一些好朋友 其實你沒有想過 是他跟你可以成為好朋友 也有的 是 有沒有例子 可不可以講出來 講兩句出來 I guess 我之前 可能有些明星 很出名的明星 現在都認識了 又有朋友 我覺得很興趣 但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我沒有想過 原因是什麼 我真的想過 是因為你覺得 音樂上很配合 還是怎麼樣 剛好是做一首歌 而令到很配合 可能是因為我的音樂 會令到可以接觸到 是 是 然後我發覺 他們 是 都很 背後的星星 都是一個很興趣的 人 是 是 但我很想知道 因為 我先問一下 其實T媽在Studio裡面 和在Studio外面 你剛才說 在Studio裡面 你很有耐性 是 Studio外面就另計 其實如果在Studio裡面的T媽 是會不會嚴格一些 我不用惡的 嚴謹一些 嚴格一些 而在外面 因為我覺得 你是一個沒什麼所謂的人 我感覺一下 可能我看錯 會不會有不同的 在Studio裡面 我也會嚴格的 在Studio裡面 在Studio嚴格 我會 我知道 藝人有沒有付出 如果他們有付出 就算付出之後 都未必做得 狀態那麼好 我都會明白 但如果是 真的沒有任何 我叫他們練 然後回來沒有練 我會 我會說 不如我們下次再錄 是嗎 有時候都會這樣 OK 你可不可以用一種 如果我是一個藝人 其實我沒有告訴你 我沒有做功課 但你感覺到 你知道 其實你會知道 那你用什麼語氣 我還不太直接 你當我是藝人 角色扮演 我們今天 我在錄你 都是要給時間 其實我上次都解釋了 你需要工作什麼 但是很明顯 我聽到你是練得不夠的 或者練的方式 可能真的錯了 我覺得你真的要 或者上下唱歌課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那不是很兇 類似這樣 類似這樣 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不會罵 但我都會勸 其實如果你要出來打MIRROR 或者 站在現在這麼多出色的歌手 真的要唱得好一點 是 否則是自己醜 但我也想知道 如果有些好朋友 因為你有很多好朋友 都是跟他們幫忙創作 譬如Jeannie 剛好 譬如她真的解藥 她上到來的時候 我想好朋友 說話有點難 會不會令你 都不理會 都好像平時 直接表達 還是好朋友 又說你 先唱多一點 練多一點 才上來 有另一種態度 我一定會為這件事做得好 我不會因為好朋友 就說 可以了 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 你底部也是嚴謹 但我想知道 T媽媽有沒有試過 最兇的一次是怎樣 可能以前 以前真的會比較兇 即是Eric Chang的時候 對 但我發覺 最兇的 最兇的是怎樣 記不記得 沒有 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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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黑臉 記不記得 我想達到一個聲音 但又達不到 但我又不懂 怎樣跟她溝通 或者溝通的方法是錯了 然後又好像令到大家不舒服 但是 那時候 你也是 初初出來工作 有沒有多久 初初出來工作 真的不夠經驗 去知道 是 什麼方式 是活動得好 不過是這樣的 我覺得她現在又長大了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她性格 可能也有些不同 也未定 下星期會有TMI 今天星期麻煩你 我們下星期再見 謝謝 拜拜 拜拜